身穿白色Polo衫坐在機車上的男子 張口就是借錢 他就是先前經常在新北市 隨機向民眾借錢的土城借錢哥 近日被民眾直擊 他再度重出江湖 民眾相當無奈 沒有想到又遇到了土城借錢哥 也好奇向他問到 這樣隨機借錢成功率到底有多少 事實上這名土城借錢哥 過去就經常被募集 騎著機車到處借錢 加油錢似乎永遠都不夠 而當地民眾對他都不陌生 這回居然又被直擊四處借錢 東正新聞新北報導